这是一支远海训练编队 驱逐舰的官兵将怎样迎来实弹射击 综合补给舰上的补给任务又是怎样展开 军事纪时栏目记者随舰远航 全场记录远海训练编队的别样风采 军事纪时本期播出 航季八千海里 中国海军远海训练纪时第一集 2017年2日 经过两周等不间断的航行 由海军驱逐舰长沙舰海口舰和综合部阶舰洛马湖舰组成的远海训练编队 到达印度洋海域 长沙舰将在这里进行实弹射击 这是复炮分队的战士 他们正在进行实弹射击前的装备检查 这个盐和这个水蒸气太重了 所以说每次这些机械的机构必须要检查 只有你做了很充分的装备的保养 然后到射前做了很充分的检查 这样你才能保证每一次 你真正按到了激发按钮的那个时候 心里面是有底的 如果里面有一丁点油或者杂质的话 一支损坏泡档二十会影响弹丸的一些射击助缘 所以说它会影响你的射击效果 现在要做到第一步先把它擦出来是不是 对我们先把它擦出来擦干净 因为这块我们要擦两到三遍 然后一直换那个步 副炮主要负责对空目标的挡机 这是以往的资料 副炮的射速极高 从来到长沙舰到现在 张云鹏已经进行过多次实弹射击 从来没有施过手 对这次的实弹射击 他和他的战友们准备充分信心十足 压力和动力并存吧 只有有压力和那个动力 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季度不要被磕掉 大家一起用力啊 一二三 现在又一项工作你放心了是吧 对 马上就打了 这次检查还是比较仔细的 所以说心里更有地图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 尽管实弹射击的要求很高 副炮分队也准备得非常充分 但是新的情况却出现了 方轩是一名实习副炮分队长 从院校毕业的他到长沙舰上 副炮分队刚刚一个月 为了尽快成长 他每天都会向张云鹏和各个专业的班长请教 战友们都清楚 如果还是张云鹏指挥 他们完成任务的把握要大得多 那么听到方轩想要当指挥员的事 张云鹏又是怎么想的呢 三个班长都认他们说什么 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一个干部 他下来之后 你就是始终让他站在我后面的话 那可能他这段时间 你也什么都学不到 电机上的电压还是不对 还是不对 问题肯定出在这个柜子上 哪里线路上面出现了问题 还是查线路一段一段的长 开始光电进度检查 这是几天前发生的事 对副炮进行动态检查 但就在副炮转动时 张云鹏察觉到了些异样 想不到 现在关系是我们这个 当时那个异样的声音是从哪出来了 为什么会出那个东西 远海航行 海上的风浪和潮湿对装备的影响很大 为了让装备始终处于良好的状态 官兵们在检测和保养上都下了很大的功夫 但是谁也不能保证万无一失 然后就发现那个方位上面 它的电机那个声音不正确 声音很异常 然后我们就就是果断地把那个左套归零 然后就查了 一个强迫干部从建设学院学习 我自己的教授啊 自己的老师就告诉我们 说你设前准备 基本上就体现了你这次设计的这个成绩 你准备的越充分 你打得就会越好 包括我们实际上这么多次打 一条条线路的仔细排查 天亮之前 张云鹏他们终于找到了问题 现在到什么进步 早上进去检视的时候 再去把炮动一下 应该听那么低不大 一个进就已经定位在这了 副炮恢复了正常状态 实习副炮分队长方轩 第一次坐上了副炮指挥台 面对远处的目标和短暂的射击时间 副炮分队的官兵将如何完成实弹射击任务 军事计时正在播出 航计八千海里 中国海军远海训练计时第一级 炮上面的机械和气的这一面 我们都检查完了 从我们班长最后摇摇摇摇 它整个是灵活的 说明我们现在和弹骨的结合 我们闭嘴机的安装都是没问题 如果它稍稍有卡着的话 人是根本摇不动的 现在的检查就证明 现在它已经达到了这个射击的标准 下一步我们就是把弹装起来 装起来之后 然后再下去去做炮的精度的检查 复炮恢复了正常 而实弹射击的时间也快到了 这时的张云鹏已经决定 让实习副炮分队长方轩 代替自己当指挥员了 但方轩并不知道 把副炮让给他指挥 张云鹏其实还是有点舍不得 其实我还是心里面有所顾忌 但是我一直都想着只要站在后面 只要临场地去有什么地方自己纠正他 我觉得比他跟他讲多少遍要成长得快 但是当张云鹏特意来到航海部门 了解了近期的气象和海况后 他的心里又开始不踏实 我们现在比如在这一块 然后可能明后天能到这一块 看一下这个图的话 未来的话因为有个冷高压过来 风可能会比较大 大概六到七级 然后这个阵风可能达到八级 海浪的话大概有三到四米辆 其他条件还是比较差 船的这个摇摆也会比较大 对于我们这个打腹炮 是非常不利的 了解了天气预报的情况 张云鹏有些忧心忡忡 我看了电影还是感激 我觉得日子都不太要过了 然后我会提前会针对船头 进行一些训练 比如说这个如果女儿是说 那个当天她出的时候 一个心里面就一个很急 很紧张的一个心态 什么也看不清 然后舰艇摇摇摇很厉害 所以说她操作起来 心里面就出现这个威蜜 打开设计班 预备 复跑 这一天 实弹设计训练开始了 随着主炮设计完毕 该轮到复跑开放 为了让方轩能进行准确的指挥 前几天针对天气和海洞的变化 张云鹏给她传授了不少经验和建议 为了让方轩减轻一些实弹射击前的压力 大家都不想让这时的气氛过分紧张 你觉得简单吗 不简单 比你想的稍微难一点 你现在还在背口令呢 口令背熟了吗 可以开始了吗 远处 悬空把已经布设完毕 复跑分队的任务是 在规定的短暂时间内把它打掉 静止的一个漂浮的球 它就会在空中 它没有规律的摆动 风吹动它 雷达是跟踪不稳定的 包括我们加大训练难度 开火的距离又比较远 所以说天气 风 海区气象的很多方面都影响它 复跑射击立即开始 复跑射击立即开始 复跑系统被变 复跑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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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和方轩打之前 我跟他讲的就是 以后自信都是你自己打出来的 因为他之前的那些训练啊什么的 还是比较到位的 只不过今天是 他第一次实际使用武器 心里面紧张 我觉得这都是正常现象 在张云鹏看来 方轩这种小失误可以理解 既然让他指挥 自己就必须给他全部的信任 不复跑射击 不复跑射击 方队长组织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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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所有的指挥口令 要让操作手听清楚 感觉应该就是 心里在把这个场景 已经在自己心里 已经演算了很多遍很多遍了 但是 真的听起来的时候 还是 感觉就是不一样 但是真的上手的时候 就不是那个情况了 尤其是坐在那把椅子上 整个人这个神经就 有点紧张过度了 有点乱跳 设计之间一分钟 明白 一分钟倒计时 张云鹏更是紧盯着方轩的指挥 还有五十秒 打开射击保险 打开射击保险 射击保险一打开 还有四十秒 明白 开火 开火 方轩的开火速度很快 而它的射击瞄准 显然并不充分 远处的悬空爬没有命中 必须在这个时间打出去 因为它下来之后 它必须要经历这个阶段 你换成另一个人 它也很能打飞 你不可能说因为它打飞 你就不让它去打 它永远都不会成长 不要再丢完毕 背面弄掉 继续修正 装备偏一辆 装备偏一辆 还有三十秒 向上二 向右三 向上二 向右三 错 重新装备 还有二十秒 这就相当于以前考试的时候 画了一个大差 你就是当你想立马的检查一下 想弥补一下 但是可能就是太紧张了 就是脑子有点站不动 装备下三秒 装备下三秒 向上三 向上二 向上三 向上二 装备不对 还有十秒 还有十秒 张运鹏已经没时间 再给方轩更多的修正机会了 他用精确的口令 接替了方轩的智慧 装备下三 向右三 装备下三 向上三 向右三 如何在这样一个 操杂的一个环境里面 要保持你自己一个冷静的一个心态 然后能够发出正确的口令 而且应对不同的变化 能够立马做出判断 才能完成这一切的一些 反正光看是学习不了的 还是要多练 他修的那个偏差也不是很大 但是如果按他那么修的话 可能设计效果可能会相对差一点 毕竟是在贴客实战的训练 所以说我当时还是干预了 副炮的射速极快 现在剩余的炮弹只够再打最后一次 最后的十秒钟时间 张运鹏完成了瞄准 这一次射击 成功命中了悬空靶 悬空靶缓缓入海 张运鹏和他的战友们成功完成了任务 在实弹射击之后 海军远海训练编队跨越了赤道 中国海军将向更广阔的海洋航行 这是一支远海训练编队 驱逐舰的官兵将怎样迎来实弹射击 综合补给舰上的补给任务 又是怎样展开 军事纪时栏目记者随建远航 全程记录远海训练编队的别样风采 军事纪时下期播出 航季八千海里 中国海军远海训练纪时 第二集 海军远海的官兵 幸福 海军远海的纪仇 旗 除了